你知道吗 瑞幸咖啡又活过来了 去年因为财务造假被热令退市 只能在粉担市场交易 和退市时的1.38美元相比 现在瑞幸粉担市场的股价 已经到了15美元 增长超过了10多倍 这个上演最快上市又最快退市的公司 现在又上演最快重申 这个什么都最快的公司 靠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一起再巴一巴瑞幸 那我们回到过去 在瑞幸疯狂补贴的时候 除了老美国内其实没有多少投资能看好它 包括我在内 我记得在19年5月18号 他上市那一天还专门发了一条视频 来复盘一下当时我的观点 1.瑞幸的成功是资本意志的阶段性成功 还远味到企业的成功 2.瑞幸一年半之内 光借款和免息贷款就能搞到十多个亿 且在成立公司第一天起 就按纳斯达克上市的要求 精密到天来倒退 背后操盘人是职业选手 你无法借鉴 一句话总结就是 瑞幸更多是一个资本的局 不过对于大众来说 谁关心瑞幸的资本游戏 只要瑞幸一直有疯狂补贴 我就支持 大家一起快乐的耗羊毛呗 再说了 人家瑞幸割的是美国人的韭菜 还算民族之光呢 好吧 当然有句话说的好 门外看热闹 门内看门道 早期的瑞幸起来 主要靠的是野蛮生长 在资本的大力加值之下 大开大喝 疯狂开店 疯狂补贴 陆正耀甚至把自己的 大半个身家都投进去了 现在回头看 还是佩服 至少是帮人敢赌啊 而且从大方向说呢 瑞幸彻底证明了一个谎言 就是西方人才喝咖啡 我们国人人 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瑞幸的疯狂开店 为中国的咖啡市场 做了一次 史无前例的消费者教育 自从瑞幸之后 中国人对咖啡的观念 已经从社交熟性 进化到了日常消费熟性 从这个角度上说呢 瑞幸还是有巨大贡献的 去年5月 瑞幸被热令退市之后 创始团队出局了 但是接下来 新团队棄手之后啊 瑞幸反而回归到了 商业的本来面目 这个本来呢 就是全面回归产品和服务 回到商业 最本质的生意逻辑上来 开了这么多家店 不赚钱是吧 那就把店关了 瑞幸的自营店数量 曾经一度开到了4500家 现在呢也就3900多家 旧的咖啡卖不动 那就推新产品 内部研发人员开始高比赛 每研发22款产品 只有一款能面试 比如什么深夜拿铁啊 淘淘燕麦拿铁啊等等 单单深夜系列产品 单月销量去做超过了1000万倍 创造了新品纪录 咖啡呢也慢慢涨价了 瑞幸知道人们最反感商家提价 所以呢每次只涨价一点点 少了3.8折券 多了4.8的券 变相提价 有一天你发现 哎不对啊 涨价了 确信习惯了 这一招很多餐饮品牌 和外卖平台都这么干 做到这个份上呢 云士 该盈利的店就都盈利了 除了这些 瑞幸还有没有招呢 有 他最大的一招就是私欲 瑞幸算是私欲流量 中世纪的老师傅了 他很早就利用人们 贪便宜不愿错过的心理 各种家人见福利群 平均每月要价60万人 每天就在群里发券 发促销活动 你想不买都不行 现在每天下单超过3.5万倍 私欲加社群 已经变成瑞幸的 第三大电台来源 瑞幸刚上市的时候呢 我就说过啊 瑞幸最大的挑战 是他终究需要一个 真正具备创造伪业基因的 创业团队来维系 现在瑞幸的故事 证明了我的判断 你可以野蛮扩张 但欠下的债 迟早要还 新瑞幸活下来了 最终靠的是什么 还是产品和服务 瑞幸教了我们一个道理 只要消费者还认可你 不抛弃你 你想死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啊 还在喝瑞幸咖啡的人 你可以很自豪的说 瑞幸啊 就是我每天一杯一杯救下来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虽然我的肠胃 不允许我喝咖啡 但是稳扎稳打的瑞幸 回归商业本来的瑞幸 还是值得鼓励的 OK 今天就到这吧 想听点深度的商业逻辑 关注我